類似高鐵的車頭出現煤痕 也是青島租的 整個問題 如果連結看大學哥 基本上現在香港出現的問題 大部份都是大陸出入 車有問題 然後你再問一個問題 究竟為何這些採求 其實全部都在大陸製造 以前不是大陸製造的 以前可以像其他英國、歐洲車 以前大陸無形容 香港殖民自從一刻就說 巴士一定是在英國 要買英國貨 他們覺得這些是殖民壓迫 現在變成他們壓迫我們 而且貨品的質素 完全沒有監管 所以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的消息 不是他們自己公布 是人爆出來的 換言之其實現在裏面 裏面正在裏面的人都很 看不過眼 是要爆出來的 港大那個事件 跟這個問題是與錯一切的 即是你在一個 以假貨、造假、港大作為 他們的文化主流價值的國家 輸入他們的人材、輸入他們的貨品、輸入服務 變成了香港現在全部要承受這些 後果 而且是給一個好國家才會有這些後果 根本就整個是找香港人 所以將來下一屆的立法會 立法會的議員有責任 要去查查這些採購、工程、合約 為甚麼全部要給這些大陸公司做 特別是在這個大學裏面 為甚麼現在這麼多這些大陸下來的教職員 在香港能夠拿到合約而取代香港原有的價值 譬如你陳雲那樣 他犯了甚麼事 要一封這樣的警告信 然後就被查走 那你可能將來他的位置 又是找一些大陸下來的教職員 即是有甚麼教職員就更好 所以你現在香港 其實要很警覺一件事 就是哪些是大陸下來的 哪些東西是在香港自己 透過自己的這些標準 去拿回來 為甚麼我有感而發呢 因為昨天我走到街上 走一走我看到車 是巴士來的 是全白色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乘巴士來的 我看看 為甚麼跟香港原有的巴士的風格 巴士的設計完全不同 這令我想起 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港大那個地鐵 那個地鐵站 設計跟其他地鐵站完全不同 原因是那些全都在大陸坐下來 這個問題就不單止剛才我們說的 工程質素差 差差 原來跟我們整個城市的美學風格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否上去大陸 那些城市真的走過一趟 看過 就算你不走過一趟 你走上去看照片也看到 其實你眼望我 你覺得和香港很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裏呢 阿里克斯說不出 但你慢慢想到 是完全整個城市的設計 就是由每一樣的產品 交通工具 它的設計 它的使用的模式 原本跟香港不同 設計原來 是比香港落後了幾十年 但問題現在哪裏呢 就是剛才我舉的那個巴士 原來這種設計 就是大陸城市 這種劣質的設計風格 這些劣質的產品 原來已經浸入香港 所以你看到 這些跟香港原有的風格很不一樣 慢慢會怎樣呢 就是不要說我們維持這個香港人造詞的方式 或者我們的價值觀 慢慢整個城市的面目 都變得好像深圳 好像國洲 但這個形式是慢慢來的 慢慢來的方式 不是單止 譬如說我們在說這些 地鐵上面 或者港大的 這些價值園 在大陸 或者地鐵的採購 原來你連私人的 這些 打員的機構 很多都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去採購了這些大陸的貨品 是跟原本的設計 原本產品的樣子 設計 甚至使用的水平都不同